凯文的泥第一次玩 夏天的时候抢的了应该是 一直没有玩是有点硬 现在刚刚好 蜜瓜奶洞 是哈蜜瓜奶糖的味道 胶体戳起来感觉还不错 底下是一小块哈蜜瓜 是一小团比较朦胧的胶体 喜欢玩液体胶的会很喜欢 很好扯但是并不丝滑 起泡效果比意料之中的好很多 也没有那么粘 再起一下看看 胶体有一定的回弹性 起泡效果就一般般吧 近期我心目中液体胶起泡的神 就是百禄家那个什么青瓜 黏云还是青瓜慕斯 开始黏了 它膨胀了 它飘了 但是我的猫咪也有这么黏人就好了 我自从玩了这些香甜的史莱姆之后 我现在吃的垃圾食品 基本上都是咸辣口的甜口的东西 我也就不想吃真的很腻 我甚至去的那个买饮料 奶茶之类的我也不是很喜欢喝了 因为闻到它之后 只有有一种肌肉记忆在里面 这个也是一件包油 椰汁冰淇淋 8月10号批次的 我还以为是7月份买的呢 刚才说到小猫咪 我突然想想一件事 我一直以为我们家猫是那种傻乎乎的 我没想到它还挺聪明的 就是我昨天晚上 底下是几个椰片 昨天晚上我们家小小猫小八万 是跟我一起睡觉的吗 然后他半夜可能是想去上厕所 他就一直叫 我没有理他 我还以为他想在那玩啊 或者说在那瞎胡闹呢 结果他实在是憋急了 他没有随着大小便 他是跑到我耳朵边 就是一开始 他是在我脚的那个位置叫 我没有理他 后来他就一点点的往上雇佣 最后他的那个猫嘴 正正很好 就是这是我的耳朵 这是他的嘴 他这样叫你知道 我就这样变小笑 我甚至以为他的智商 是不足以分清我的头和脚 我的脸和屁股是有什么区别的 但他知道 他知道 他在我耳朵边叫 我会听见 他知道那是我的耳朵 然后我到了早上起来回味这件事的时候 真是觉得又可爱又搞笑 这个胶体还是挺不错的 快速扯的话也是会断裂 就如果他是馋了想吃东西 他叫的声音 和他内急叫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他馋的时候他叫的那个声音 就没有那么理直气壮 且过一会你不理他他就会睡觉 但他尿急的时候那个叫声 真的是很着急的 而且是不会停下来的 因为他有理有据 手感也是很油润的 他放声也不错 第一次买他们家的你感觉做的还是可以的 纹路也很不错 哦这个是7月份的批次 耶在三个一块买了 怎么那批次相差这么多的这么长时间呢 我不知道是猫咪领地意识真的很强啊 还是说我们家这个第二个后来的这个猫咪他太乖了 这个手感挺油润的 是那种非牛顿感的油润带一点磨砂膏的质地 我家也先养了一个大猫 后来养了第二个小猫 就最胖的那个是后来来的 就大猫吃饭的时候是从来不会看人眼色的 他想吃就去吃 不会就是说让一让等一等啊 但是我们家第二个猫就不会 他就要先让着老大吃 自己就有时候经常趴在远远的地方 等老大吃完了他再过去吃 就是分了两个餐盘 他也不愿意和他一起去吃 这个油润的有点过头了有些腻了 油腻 说到油腻 因为我想起最近看那个东巴去的先生们 那个电视剧的吐槽 可把我给笑毁了 我那天晚上刷视频刷到两点多 刷那个电视剧吐槽 东巴去的先生们 他这个很油润整体的话也很有分量 下椎速度也挺快的 纹路也还可以 这个拉在手里感觉像在玩一大罐身体乳 起泡量相对要小一点 这个真的好油润 玩完之后 手跟呼敷了一样